这个唯一的外人 帮我们全家 拍个全家福呗 快点啊 我说老半头啊 你看我这手都快变成抖音了 你能不能说点实在的啊 应该应该啊 茄子 什么茄子 哎呀不行我得说实话了 儿子过来 过来 哎呀过来 杨阳 我和你拱叔才是两口子 我们就是你爸的邻居 前一阵子你爸得脑血栓了 恢复到现在手都不好使 所以请我来给你做了一桌年夜饭 本来想做完饭就走 没想到你回来 让你误会了 哎呀你看我就说嘛 咱俩咋看都是亲眼俩是不是 爸 阿姨说的都是真的吗 哎那个前一阵子事现在已经好了 你看没事了 爸 哎呀 闺女啊 你在外边打拼不容易 不用担心你老爸 对 姑娘啊 放心忙你的啊 把你爸交给我们家 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去 是孩子放心吧 爸 我决定不走了 不行 坚决不可以啊 你不能因为你老爸耽误了你的前程 我本来就想回到家乡 看您身体不好 我就更应该回来了 为什么呢姑娘 现在辽宁营商环境好 老公也基地振兴 势头迅猛 我们总公司呢 也决定了 要在辽宁设立一个分公司 我呢 也主动申请调回来了 还有还有 不光是我们公司啊 现在在我身边呀 有很多很多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大家都卯足了劲 要回到咱们辽宁这片黑土地上 干出一番事业 太好了 太好了 也就是说 我从此之后 天天能看见我闺女 没错 哎呀 老潘啊 我真替你高兴啊 也为这俩孩子 你明白吧 明白明白 那行了 你们一人俩吃饭吧 我们就回家做饭了 别回家做了 你老伴已经做完了 咱一块吃呗 哪多不好意思 你 还是听庆节的吧 那啥 吃饭之前 你应该正式的整两句 好 整两句 这个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牛气冲天 牛年大吉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祝大家 新春快乐